推广玉璃在地客家文化美食特色玉璃正公所 特别在三宣举办了 普什客家文化艺术节 舌尖上的客家烟字文化系列活动 邀请民众来体验拔萝卜 一早不到八点就有民众来到三宣农田 穿着雨鞋手拿大型的塑胶袋 准备好要夏天来拔萝卜 这是玉璃正公所办理的 普什客家文化艺术节 舌尖上的客家烟字文化系列活动 邀请民众来体验拔萝卜 大人带着小牌来拔萝卜 并且表示很喜欢这样类型的活动 不仅能够带动亲子间的感情 还能借此机会食农教育 亲子然后孩子又可以去分辨 像现在很多草里面孩子要去分辨 哪里是萝卜 对对对 食农教育 113年度普什客家文化艺术节 舌尖上的客家烟字文化系列活动内容有 把萝卜趣味竞赛 现场提供客家烟字食品DIY 并且也有十六摊客家在地美食 以及农特产品的展售 还有客家表演团体轮番展演 而且客家人也是很勤俭持家的 很习惯不浪质不浪费食物所以发展出我们客家客家特色的干泡烟酱一些文化客家文化也是属于我们客家美食的文化特色跟独特风味 玉璃镇公所表示希望透过这场活动来打造属于玉璃在地的客家文化活动 一起来体验客家烟字文化 借由舌尖上的客家烟字文化来了解玉璃的客家风情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